最近一段时间,冯小刚的名字经常会出现,在大家的眼前,无非是毁越参半,人们对冯小刚的认知大多是从网上得来的。 被经营们,大导演,爱骂人,白电风,冯裤子等等,都是他身上带的特殊标签,而不少网友最近对冯小刚的指责声也是不断,其原因就是因为冯小刚和崔永元的事情。 在2003年时,手机这部电影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,而这部电影不止大火的当时不闻不火的范冰冰,更是打响了冯小刚导演的名声,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一个人进行了很大的打击,而这个人就是大家熟知的崔永元,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,让冯小刚和崔永元彻底交悟。 两人也是从普通人变成了生死对头,15年后的冯小刚不顾崔永元反对想再拍手机而小崔,当然不能放过这次机会。 但,疯狂怒对冯小刚,连续揭露影视圈里的重重内幕,导致娱乐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动荡,而一时间娱乐圈和李峰生人人自危。 并且一挂在众人眼中横行法道作风的冯小刚,也变得沉默寡言,也正是因为崔永元的曝光,让广大网友对冯小刚有了新的认知。 而冯小刚的人品究竟如何,也是中口纷纷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说法,喜欢冯小刚的自然为他辩护,而讨厌冯小刚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 当然这其中也不缺乏看戏的和异语道破真谛的人存在,而作为冯小刚的老朋友宋丹丹,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众所周知宋丹丹和冯小刚有过很多的合作,大家熟悉的就是笑傲江湖的两季,在节目中两人也是经常互对,但是事后也会为了友好形象,站出来互相澄清一下。 但是宋丹丹丹老师却曾对冯小刚给出自己的评价,因为他做导演做习惯了,太自以为是了,别人和他开玩笑,的时候他就当真了,总是会拿着别人的话补法,而自己和别人说话的时候,因为我行我素的性格,会经常惹别人生气。 别人不高兴的时候,他又说别人的不是,总是觉得别人太小气了。 不少网友看后也是说,宋丹丹老师的评价真是一针见血,而对于宋丹丹对冯小刚的评价,大家有什么看法吗?